我们很欢迎请到《工商日报》的前总编辑 邵老师先生来做访问 邵先生 你是先进入《工商晚报》 《工商晚报》 其实那时候是1967年 它是公开招聘会 相当多人去的 有几个人 五国任 我记得和他一起去 但你们都在台湾讨厌方案 是的 我不认识他的 你是正大的 不是 我是台大的 你是台大 我都不是读新闻的 五国任正大的 我都不是读新闻的 你不读新闻的 不是读新闻的 台大本科没有新闻 是的 有研究新闻的 现在我读数学的 我读数学的 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可以考虑一下 其实读书的本科 未必一定和将来是就业有关系 其实方面很多考虑的 当然你能够学有所用 但是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 你可以丰富自己人生的 将来需要的素养是最重要的 那你怎样考入这个公司 公开考试 考当时来说考社会新闻 翻译等等 那跟我同期的还有谁呢 五哥也不知道 现在都应该 五哥又没有入到工商 他后来入了黎迪 他去了黎迪 和我同期的应该都不是 何居说不是 何居说不是 何居说后我一年回来 但是他就入了无线 应该没有入到工商 他在工商有没有做过 可能做过很短的时间 但是我想这些人都现在都不在新闻街 都各有发展 同优 考了市之后就是编排 没有说是日本晚部 我当时就入了晚部 在晚部工作了一年多 然后再转光位 当时的社税是在湾仔 湾仔分裂街 即是没有动过的 我在这里的时候 刚刚是新夏没多久了 大概是六十年代初转 之前就在中环 在德富道有一个社子 在杰志街有社子 搬过两次 到后来工商一部结业之后 那座大廈还在 不过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 把法会没有做过 接下来工商用 装满水 已经有五十年了 有城池 在内蒙 出 山 以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